走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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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看这个 我想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来说这个中国解放军的空军上校带序的这批文章 因为这批文章里面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还是美国在生什么东西 当时你看这批文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说台湾的地位的政策 这批文章啊,其实这个代理啊 总共有英国有两次 这两次的资料呢,我都有 但是我只有最要紧的这批 copy给你 还有一批文章呢 我没有copy 但是我有决心说要用这个代序 现在这批文章里面要做一个评语 尤其是用建政法来评论说 他说不对的地方 我是打算在这个 下星期 下星期的时候 我要在我们的蚊顶来带这个文章 再说一次 国际每个人都要去我们的网站要去注册 要去注册 我们的网站你知道吗 这个网站 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因为台湾民政府 什么人要成立都可以 什么人要成立都可以 我相信 当美国的军事政府在台湾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最早最早在台湾出现十个 包括中国国民党也可以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 民进党当然也可以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 台联可以成立 台独联盟可以成立 发帕可以成立 所有都可以成立 所有的人可以成立 我们问题是说 美国会承认哪一个 因为美国会承认哪一个 哪一个 台湾民政府都贵了 哈 假白是烂啦 你不用烦了 是什么 为什么 要有理由嘛 什么理由 我们够美国 你不要看 什么人够美国 美国一定要和那些人讲嘛 所以美国不可以叫我们去 台湾民政府去华盛顿DC 成立办公室 这就是怎么 他也开始准备了 所以 我们在书分他们会来 我们的第二级 十七次 两级他们都有派人来 Ci都有派人来 坐到后面 都不要跟你讲话 他也造成高级 吃饭 他给你观察 你没办 他给你观察什么 你上课有照期间来吗 你有提早下课吗 所以 我们都不敢 不敢欲白来 上课五十分钟 一定可以超过 不能比较加减少 来 我们来看这个 美国怎么运用经济迷魂料 戴旭 他说 你听我 你稍微看 我用速度要念 你看看 你就知道说 他在书什么东西 美国不仅仅是罪中国 构组一个静态的西制型战略包围圈 就完事了 哪一个西型的包围圈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如果去看 你会知道 美国外 日本 韩国 琉球 台湾 菲律宾 一个社会 后来那边 刚刚一个大西型 从中国全部包围 现在 又用经济有一个PTT 泛太平洋 地区有11个国家 11个国家加入 中国 他也在吃醋 他说我可不可以加入 他说我们并没有拒绝 没有反对 但是你要来申请 所以说他可不可以加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台湾也有说要加入 但是我希望台湾要加入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已经开始执政了 我们再来加入 美国对中国是硬围堵 对苏联是软角杀 冷战结束后 中国对中美国对中国俄国的大战略 正好相反 美国对俄罗斯是硬围堵 对中国采取软角杀 我跟你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 不准 苏联有向美国 向美国造会 他说他要派国去中国的核武器 来消灭 问美国说他们有没有看法 美国跟那么 美国不必让苏联去中国消灭 当然美国也不必让日本去中国消灭 是什么原因的 中国如果去给苏联控制 以苏联的那时候的灵粮 中国会非常可怕 日本如果去控制中国 日本跟这个中国会变得非常可怕 因为日本人那时候的经验 那时候台湾要像日本的 这是为什么美国到今天的危机 不想让我们台湾来建国 也不想让台湾和日本太过头 所以要求台湾主题的原因在这里 你跟日本的关系不能太好 Command Wales就是 联邦还是邦年的形态就好了 美国要继续占领台湾 他要占领多久 不只一百年 不只两百年 我们台湾也没关系 你要占领 你花钱就好 我工作都做给你 但是一定要让台湾人自己来建政 我们跟美国说 我如果台湾人没建政 中国人 马英九这个集团 中国国民党 会将所有好处 都拿去给中国 马英九 她是代表中国国民党 但是 出移民是代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 所以你选给民进党 定义选给什么 中国嘛 没有错嘛 所以 他现在终于显示出来 他民进党的党党 党的政策 未来一种嘛 未来台湾也要变成中国嘛 很清楚啊 所以你看看 我们不是未博先提 但是 我们 我们说已经看了很多 你后面民进党要怎么走 所以他现在这样跟我们妈来说 他现在那些画家的螺螺 民进党的党员 如果你自己听的时候 你会问他 你是未来一种你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要听到中国吗 你说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说的才是对 他们说的怎么 绝对不对 这很清楚了嘛 也不是 所以我来看 一是经济掏空 28个产业控制了21个 这是最根本最省事的釜底抽薪 多少年来 当中国沉迷于GDP数字 什么叫GDP 什么叫GDP 生长 应该叫做生长的指数啦 生产啊 国家的生产的指数啦 但是这个GDP啊 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啊 它的活动力啊 是强还是弱啦 但是这真正好啊 你这个计划看了 真好啊 这三国真好啊 和外贸进出口额的时候啊 美国却一直在隐秘的实施着 针对中国的经济掏空战 美国借中国的钱 再投到中国 消灭中国的名牌 控制中国的矿产 入股中国的银行 炒中国的股市 楼市 但是美国就不允许 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 不出售给中国高科技和武器 又只许中国大量的金钱 买美国的国债 其实就是借钱给美国 供美国循环用于掏空中国 现在美国买很多国债 给中国对不对 一亿万 一亿万 这数字很庞大的 用这个钱 美国去买它的产业 控制它的产业 所以美国现在在中国 有很多产业 都是美国控制的 但是中国人不知道 他要求就是说他真厉害 再看下去更有趣 这方面的事情 不胜美举 可以参考北京财经大学教授 李炳言在北京大学 几年前的一个讲座 外资并购 外资并购于我国产业安全 我新华出版社出版的 《我的盛世狼烟》中写到 美国一边火上加油的鼓励中国 发展房地产 一边阴谋暗算中方的战略产业 大飞机的运食 然后他们的飞机全部占占领中国市场 再比如他运用中国的火箭 发射美国的卫星 一上飞就爆炸 这一发型冷盖 毁坏中国运载火箭的声誉 他拿了保险金走了 他的卫星发射前以保密为由 不让我们看 谁知道他是卫星还是炸弹 有力 算他很聪明 但是美国都知道 每一次要发射以前 去把中国的保险公司保险 保险的钱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他没要让你检查 卫星怎么能让你检查 中国共亡 就把两次 卫星都知道 保障本来很大 中国美国发射卫星 其实都什么人出租 美国人出租 会发射 发射利益 复杂 复杂 复杂怎么 要背 复杉公司要背 夹杉公司 夹杉公司 因为只有肉以后可以吃 你有了骨头 就有了力量 可能吃不到 我们说中国人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什么 我们拜拜的时候 把甘嬷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常常称呼中国人是什么 我们说 告照 甘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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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公 她每件事都说得很清楚 你再看来很趣 我那天 头两次你说这个 说到我笑到实在不知道怎么会疼 她说第一 美国陷阱 美国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 是在暴露美国金融体系的混乱的同时 也突然暴露出中国手上 握有一万多亿美元债券的惊人事件 喂 你听我吗 本来中国人不知道说 他们的债券 美国的债券有这么多 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 欧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冠宝这成人说 我们拥有一亿多万的美国债券 所以金融危机如果损失去 什么人损失 中国啊 中国做白钢啊 所以后边他说一句话很稀疑 中国人在做抠钢啊 美国人在开钱 拿他的钱来开啊 然后美国又跟中国说 我这些钱有保险吗 他说有啊 很保险啊 在外股堂里面啊 一定给你保护 保护的很好啊 后边看 你看你的消息 我告诉你真正 他说第二啊 我只要说的是 这些钱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累积 现在大部分被美国拿去了 只要跳出 纯粹的经济和金融视角 就可以一目了人 美国已经通过了债券 已经通过了债券 绑架中国 中国无好抛售这些债券 否则只能让这些债券啊 导致贬值或更大度的贬值 美国还在威胁利用中国 必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 因为如果中国不买 美国经济不能早入复苏 这些债券仍然是一文不值 而且人民币还要升值 影响以出口为主的工业体系 美国就用这样的话 恐吓中国把钱送到美国的口袋 你记得吗 我最后也跟他说过 美国要求中国说 他要发行债券 叫中国说他要来买多少 中国财政部部长说 你已经欠我太多 我不想我不会再买了 美国的财政部你怎么说呢 你不买没有关系 那个债券会贬值去啊 本来十块的 纯高货纯八块啊 纯八块高货他也没行呢 他还借你贬值呢 所以美国中国人就要他说啊 美国的债券好像是美国的一粒肉 他如果要买就把你放出来 放出来是什么 贬值啦 吃肉行高货 美国人就很聪明了 美国人就很聪明了 所以我们为这个的所在 我们可以有的 我们从这里要学一些经验 老板要看台湾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美国有这图 我们要怎么预防 但是中国我好可怜 这些那些片子都放到的 不知道要怎么 来 再看 中国的钱被美国拿走 中国不再有钱购买技术 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发展军备 事实上等于断送了现代化的前景 谁都知道 现代化就是工业化 没有钱怎么样能够工业化呢 中国因此也没有基本的国家安全 因为一万多亿美元 没有转化成任何一点国防能力 美国不卖给中国军活和高科技 欧洲也不卖 只有卖给中国债券 美国拿着中国的钱等待机会 等中国破产时 低价收购中国的产业 然后再高价剥削中国 这策略很成功 中国人下的不是我下的 他自己下的 上校在中国是很大 真的很大 和我们台湾 中法民国上校不一样 中法民国的星星 满街都是星星 如果中国上校就已经职位非常高 不过呢 因为这个文章给我们公开 我给你保证 待续升不了将冠 已经不成功了 到此为止 我们有机会 如果他来台湾 可以来台湾 我们车来英港国家处理 你说对不对 他来英港 他不能回去中国 我没钱 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不购买中国的债券 美国为什么不抛售美金 黄金就美元 为什么不出售波音公司就他的金融机构 他问得很好 你欠我钱不然你也黄金拿出来买了 美国黄金我们黄金不能卖 不然你公司买了 波音公司买了 我中国了 我们不能卖 国防公益不能卖 如果他要买他都说不能卖 所以中国是无可奈何 你看 谁都清楚 你听 你看好 美国同时开动印钞机 大印美元 必然要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 中国手上的美国国债 最后还是一文不值 只要有工业在 有资源在 美国就会一直在军事放 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别人就得继续给他钱 为什么也不在乎 因为他牢牢的抓 牢牢的抓着工业 高技术和资源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5月24号报导说 中国掉进美国陷阱 美元陷阱 几乎别无选择 只能将大部分日益增加的外汇 储备不断注入 注入美国的国债市场 尽管明知美国金融市场凶险 但仅3月一个月 中国直接持有的美国债券 就增加了4亿元 现在已经超过8000亿元 继续不得不充当 美国政府最大债权人 这是一枚不值得骄傲的金牌 所以美国欠中国这么多钱会危险吗 所以美国有学者说 美国有一天会出卖台湾 自己债 会不会 会要买 绝对买的嘛 你想也知道美国怎么出卖台湾 台湾是金鸡母 这家金鸡母可以生金蛋 他欠中国的钱很甘难解冠 我就印钞票评你 你要买一个我就评你 我买 一次我买太多 慢慢评 中央怎样 越买越多 他到现在为止 他的国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已经没办法了 美国也很聪明 他怎么买国债 给你知道吗 他给他卖台湾的高官 说什么人在府政 你如果买国债买几趴 我送你一趴 还是送你两趴 中国人贪污是很习惯 中国人要做官 买贪污的 共产党要做官 绝对买贪污的 要贪污什么 他从小孩送去美国 所以你看 中国的高官的小孩 在美国都住得很豪华 钱都很多 其实都是什么 贪污的钱 贪污 反正国债 很好听啊 我们买国债啊 美国有利息 有利息付给中国啊 但那利息都微不足道 贪污去都变成一失人了 所以他越来越败 你看看 你继续看 华盛顿邮报 5月26日文章 以戏弄的口吻说 中国出人意料地 从美国金融体系的胆怯参与者 摇身一变成为不耐烦的敲桌者 那个敲桌子哦 那是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那个那个 苏联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啊 赫如雪夫啦 赫如雪夫哦 在美国去 把鞋子疼起来哦 在桌上就叩叩叩叩 他在说那 你中国本来哦 很客气啊 啊现在怎么 他不耐烦啊 你不耐烦啊 也不耐烦啊 所以呢 他说哦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 核心的美元一旦贬值啊 中国政府 势必会亏钱 来 过来 所以中国 想方面 想方设法减少美元贬值风险 最牢靠的方法是 停止买入太多美国国债 但这将使人民币升值 从而 从而 从而加剧啊 出口的困难 所以中国千方百计的 寻找能走出美国陷阱 而不会 推高人民币的房子 的法治 这红换了 他希望更多人 通过人民币的结算 但想以此 逃离美国陷阱 就有些可笑了 这好比 这好比 老虎鸡边的赌徒 绝望的增加赌注 使损失 使损失越加惨重 所以你跟他说 中国感觉还有方法 我给你保证无法 全世界的母约以前是什么方法 你知道吗 义务义务啦 就是 我有什么东西 你拿什么东西 以前是这样 但是这个美国人很聪明 美国人 有一天 他说我这个美金是 全世界谁都可以通用的 就开始呢 玩他的游戏 玩他的游戏 刚开始的时候 来计计 有我们感觉 以前我已经小孩的时候 有的人 收藏有没有 问题是这样 啊 越缺越多 缺到现在 他没得选了嘛 没得选了 他就没选了 你再逃 你再逃 我就印给你了 叫他拿黄金给他 他敢买 绝对不 我就印给你了 我是缺你美金啊 我当然印美金给你了 所以中国拿到的美金都新的 你知道吗 美国 真的不要太注意了 我们台湾有钱 要修行美国这套 不要说后面 我 现在美国 如果够缺我们钱 所以我们现在跟美国 不好意思 我买你的美金 我们现在后面 玩意义义乌 爱什么味道 叫他拿来 那不 缺美金 缺缺缺 我就跟中国同样 你要爱我印给你 所以这很厉害 那是杂 美金是杂 你不要搞错 我印杂给你啊 所以 我们台湾也让中国民国也这样欺负 他也这样欺负 你会记得吗 那一块 玩了四万块 你会负 用杂给我们玩 杂瓶子很厉害 我想想想 你看看这面文章 你就了解 中华民国 对台湾实在很厉害 来你看看 在美国 在美国 伊拉克 阿富汗陷入战争困境的时候 美国的战略家也为中国设计了一个金融陷阱 当年美国整苏联的时候 曾设计了一个军备竞赛的炸战略 又使苏联把钱全部都变成黑乎乎的核武器 苏联光核武器 光核潜艇就造了300多艘 氢弹到了1亿吨的量 那核弹头几万枚 最有名的是星球大战计划 最后弄死了苏联经济 这大家都知道嘛 我问你 苏联你有核弹啊 有几千粒啊几万粒啊 你敢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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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建国 肯定了啊 drops 美国小少年在把出讪时 他就发表美国又发明了什么美国又发现了什么 鲨鱼在 eigenen权子发印 这 dólares 回到 respective airlines 这是美国小媒小分法的方案 现在他要消费 中国就是用这图 但是这图现在有这个人看到 他现在没有来改变中国 我确实困难 你看看 所以这个人说很方便 他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做参考 这就是美国叫我们上海 这批文章要大家都知道 特别的你就知道 中国是什么都没空白 完全被美国掌控 来 现在还无法判断 这次金融危机是不是美国的战略家有意设计的 但我一直很怀疑 为什么别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 都是自己的货币一文不值 为什么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元不贬值 有趣吗 现在不是金融危机吗 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都是那个 你像现在希臘金融危机 他的希臘的货币是什么 一文不值 现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美元有没有贬值 没有呢 要是没有贬值又生子再来说 所以他有感觉很奇怪 说得很好 你看看 我把这样的疑惑 疑惑感 發在上海的新民周刊上 一切重大的历史奸向 都是国家最高机密 美国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韬光养晦 地球人都知道 美国真的真实意图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我感觉美国很厉害 他们的头脑 是我们台湾也需要 来集合一些头脑更好的 要想方法 我相信我们可以破它 因为我们台湾人的头脑 真的有够厉害 我们也希望我们学院里面 可以对这有幸福的 更接着联络的 来这里更接着联络的 更接着联络的 更接着联络的 不管是不是 美国故意制造的金融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将利用这次金融危机 全面洗劫中国的财富 彻底遏止中国的发展势头 伊拉克战争前 石油是25美元一桶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 每个石油的价格 都堆高到140元一桶 我们在那个价位开始 开始战略储备 我们要知道 世界有很多的大石油公司 都在美国人手上 而且石油是用美元结算 价格高 美国可以从这方面 弥补它自己的损失 中国的损失 从什么地方来弥补 但是美国没有料到的是 俄罗斯趁机会起来的 因为它是石油的输出国 美国一看 这样不是仰虎一换吗 于是又开始打压 正是从这方面 这个方面 我在2004年就看出 美国绝对不敢打伊朗 当时俄罗斯连续给伊朗先进的武器 向激怒美国开战 因为那样石油会涨掉 200美元一桶 俄罗斯会加速的复兴 但是美国人没有上当 不仅不打伊朗 从伊拉克都准备撤军 我跟你说 美国他要从伊拉克撤军 他要走一队你知道吗 南海 这就是我判断 南海会发生战争的地方 美国他考古记已经发现 要求南海的石油的储藏量 是中东还是中亚的三倍以上 还没开发 所以你要看他战舰 差不多一半 放在南海 渣满南海一定会消费 但是他这个消费不太大 小规模的 他只要让中国到了 现在问题看中国他敢当吗 中国是不敢当 他当美国会出手 美国如果出手 民政就起来了 所以这里面 这国际的威妙 跟我们台湾民政府有关 你想说中华民国怎么会当台湾民政府 是怎样 美国把我们保护掉 美国说 拜托 这台湾民政府是我支持的 我随时要取代你 中华民国政府 要给你换出来 所以美国一直跟我们说 你比较快訓練 四千名 其实我现在开始要要求訓練 你不能叫一些土耳民来 分年 要较聰 对不对 年纪大没关系 年纪大没有关系 有经验 但是你如果说叫 像那天台大在演讲的时候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党代表 唯一的合法中国政府 竟然有人跟我说 啊不对不对 改成华人就好了 台湾海峡两边的华人 我说是怎么改成华人 咦 咱是华人啊 我去说 我看你自己要跳在那些陷阱里面 美国就把你跪掉 把你扭掉了 你还要跳下去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比较大声的啦 是不是 不能忘记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上海港没有关系 两边的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啊 你管他去死 所以EKFA跟你台湾有关系吗 没关系嘛 跟什么人有关系 中华民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所以美国欢喜啊 六月二九签 六月三十美国就一次了 第七禅离三十年后头一次 EKFA签了 二次台湾去清泉港 顺势机会转清泉港 美国很容易利用这种的机会 自己 中华民共和国怪怪怪怪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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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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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的足迹 美军从来没有离开台湾了 来 再看 打压石油价格肯定有利于中国 但是美国有办法让中国获利的部分 跑到美国的手里 这很厉害 美国一边轰着中国继续买他的债券 一边又居心叵测的在中国周边和国内 制造麻烦 从直接的重击上 在中国周边制造动荡乃至于诱发战争 只是想让中国陷于四面楚歌 或与外敌发生对抗 或引发中国国内的冲突 从而达到违约趋于 把中国资金赶到美国去 你看看 国家如果动乱 国家的资金都会走 现在很多人去中国投资嘛 所以这个投资的结论是什么 中国的发展嘛 我跟你说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一个预设给你听 郭台铭 郭台铭现在用几百万的工人对不对 你看那个苹果的iPAC 苹果他本身可以占七十七块 四十七块 五十三块都是给这些代工的人去占 郭台铭一百块的一本多少 0.5元 五角 这个五角 因为他数量大嘛 工人很多嘛 几百万人的嘛 所以我一天跟你说 郭台铭 资源一定赌 他现在不赌的原因是什么 有很多银行 债团在他支持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 数量很大 不是说他很贪 贪五角而已 如果一百块才贪五角 所以不怪郭台铭在中国 要剥削他那些工人 工主要把它押下去 不怪 所以工人 工人感觉我如果跳下去 店都贪很多 你看看 跳一个 本来跳一个在中国是很可能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 当时那厕五 补一下 那人脚去对不对 你怎么那两脚会败多少 那当时 我那当时 差不多十几年前 八千块 人民币 厕五过去才败八千块而已 郭台铭他的工人跳下去 一个都十几万 有的会想吗 我跳下去较快 我一家一千块 还是八百块 我跳下去较快 所以扣扣扣一条 跳十几万 这是这种地方 所以你是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郭台铭 他我都贪多少 所以郭台铭一直在想办 要转型 你看看 他一直要转型 要拍电铭 要拍电铭 要冲锡 都是因为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转型 他没办 他没办 所以这也很趣 让你继续看 不仅把外国投在中国的资金赶走 还把中国自己的资金赶走 也就是说 中国 中国只买美国的债券还不够 美国还要把中国所有的财富 和未来也都拿去 只不过用的手段 格外隐秘就是了 我们既救不了当下的美国 又毁了中国的未来 除去心服大腕之患 此举将用于军备竞赛 脱法苏联更高一筹 我们要看经济 并记住这一点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的事 将会深刻的影响到未来五十年 乃至于更久的时间 第二 他说外交啊 这个刊字 大挖中国的盟国 大面 大面 全面 全面 孤立中国 就像吃螃蟹一样 一根一根的掰断中国的腿 东南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是东南亚的敌人 中国是东南亚的战略后方 特别在越南 中国对他有救命之恩 越南对那时候牺牲在越南的中国烈士 数的墓碑都称为世代感恩碑 现在东南亚基本上成为美国的政治属地 越南是亲美国的程度超过亲华 厉害 有厉害 美国有厉害有了 你看 他说 由于国际政治心态的变化 中国失去很多真正的朋友 有人今天还说中国的朋友啊 骗天下 有把外交关系啊 等同于朋友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中国真正能够称得像朋友的啊 就是身边的三颗小卫星 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 但是美国现在大玩阴谋 要摘走中国的三颗小卫星 尤其是斩断中国仅剩的三只 三条螃蟹腿 我在上海的时候 以前上海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说过 我说 美国 要将中国的三颗蟹腿 把他摘起来 这三颗蟹腿 第一个就是朝鲜 第二个就是缅甸 第三个就是巴基斯坦 我也跟你说过 他的看法和我们看的差不多一样 朝鲜 现在是27岁的金正恩在执政 但是我们的蟒楼 我们有一边有一个 蟒楼是新华社里面的分公司 他说朝鲜政变 有摄像出来 当然啦 有的人说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他的胸皮 和他发表的文章 在中国里面的文章 我们是看 我们的看法是真的 但是金正恩现主席是有 他的滚风完全的加持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 你看看他出来 有机会 或者让他自己的表演 不可能 他的股丁 就是他掌握 朝鲜的军政大臣 是他的股丁 所以你看看 他这个人 看起来好像好看好看 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带好带 他这个股丁 他那个股丁 我感觉太好 如果这个股丁 我感觉是好带好带 比较好控制 这个会怎样厌便 嗯 我认为 可能不会太久 缅甸是更不用说 缅甸你知道 翁山苏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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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派人 来和我们说 在我们这儿开过会 翁山苏姬呢 那个 那个缅甸的军方啊 他是因为国际把他制裁 他没办法 他跟美国现在亲近了 含翁山苏 就去跟他握手去攻卫 在这儿 翁山苏姬也去跟翁山主席 记敏 巴基斯坦更不用说 巴基斯坦呢 这个要做 现在美国可以说 他的军队 他已经也是超过全面控制 所以看起来是美国非常非常厉害 美国他说 我要减少我们的军费 但是减少军费啊 他会对他的 航空母舰啊 11架啊 没有减少 你看看 去年的10个30 美日军事同盟 有邀请我们台湾民政府派6个代表 去给他们开会 你知道吗 你已经知道 我们的网路都有嘛 我们楼山也有一个商品 大家说那些价 当然是真的 太平洋司令 提供的 照片在我们家 我们派6个人 第一个就是派那些 我们蔡总理 他的后生 他的后生 第二个就是 那些政治道先生 第三个就是 那个郑州长 台中州的酒店 第四个就是何瑞源 第五个跟第六个 这不能直接公开 我们有6个人去 所以呢 那这6个代表 也表现得非常好 今年呢 我相信 我们还会再去 所以 我们因为这样去的关系 在促成 我们这个 日本跟台湾的这个共同联盟 要开始开会了 为这来促成的 所以 所以 我们这个美国 一方面 在给我们福度 我们要踏入国际 和国际上来接规 这我相信 依然现实是 我们收分这些人 也不错 我们的人材 越来越多 我希望大家 可以自我推荐 但是 我说一句 坦白话 国民党还没有派人 在那里面 来做间谍 也会 中国人会吗 也会 民政党会吗 也会 都会 你自己 要看这一点 每一个 匆匆 在你的团队里面 一下子很热心 这种的理由要注意 一时间点一到 他就给你避免 中国人用这一图 一向就是用这一图 你注意看 新潮流 那时候在民政党里面 也是用这一图 有一些 数项 本来就不是你挖力的 但是他极限是挖力 现在极限挖力的时候 他如果你自己拼的时候 他跟你黑白说 造谣 一大堆 都总是谣言 其实这个谣言 没有一样是真的 如果你的心智 如果不成熟 很容易就会受他们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个中国国民党 他们来里面 和民进党里面 他说什么 你台湾民政府 的主训工作 说我们的主训工作 做这个训练工作 做比国民党 民进党 更强 更好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们刚才那个 我们的组织里面 有发现说 对我们的意见不一样 那种很简单 它切离就好了 它隔离 所以你不用回应它 你没看到美国 跟什么人回应吗 没有 美国从来不回应 要把美国搁 那也美国搁 因为你不用回应它 这是他们共産党的 斗争的方式 在里面的 乡乡 也许他的植物 尽管 要是把变的时候 马上避免了 本来他说这个 现在我说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切掉就好了 肉 这个所在 长了一个浓 很简单 外壳是什么 把它掛掉就好了 掛掉 油 稍微抹掉就好了 所以 大家 要有个人自己 输送的原则 我们民政府 就是叫这条输送 叫这个中心思想 走 民进党科学的科学 他没有中心思想 因为他轮述不对 我经常在行动说 他们走错房间 你走房间不对 出来 再定心走就好 所以记得 在我们越来越要成功的时候 外面 跟你做油 跟你乱七八糟 就会越多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要考验 我们所有的人 所以不用烦恼 我们就叫 美国叫这个轮述 向头前一直走去 就没有错 另外的方法 好 来 再来 第二个最后一段 朝鲜跟中国的关系 近人皆知 用鲜血和生命 凝成的战斗友谊 但现在朝鲜半岛形势是世界上最紧张的 背后就有美国的战略阴谋 美国发现 朝鲜是中国周边唯一一个无法差俗的地方 但朝鲜一再胡闹 根本目的在于要和美国直接发生关系 以延续政权生存 看透这一底牌 美国于是设局 让中国为他伙中取利 他不断刺激朝鲜 让朝鲜拼命发展核武器 统吓日本和韩国 继续抱紧美国大腿 同时在国际上损害中国的威信 制造中国无力控制朝鲜的事实 同时激怒中国制裁朝鲜 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 中国也将受害 一旦中国对朝鲜动作过大 就会把朝鲜推向美国 美国会顺势在中国陆地出口上 堵上一块石头 所以美国对朝鲜核武器 一点都没有危机感 他在静观 以其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办法 掌控全部朝鲜 再加上日本 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桥头堡 和战略预备队的实力 就厚实得多 这同时也可以用来对付俄罗斯 以策 测应他在中亚的东径战略 如果我们再不有所作为 朝鲜倒向美国是必然的 而且会很快 所以我们判断 在西藏新疆之后 东北沿边会有成为中国下一个动荡的地区 只要美国充滞了这一个地区 美国一定会制造大规模的动荡 让我们想着314跟75事件的怪因就知道了 314跟75的事件是什么东西 新疆跟西藏的动乱 新疆跟西藏 你看 他里面有什么台湾问题吗 没有 所以台湾哪有问题 中共解放军的上帖 这个人是广东的 广东军区 他没说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什么人在说 说台湾很有问题 中国要给你打 这个人 上校 广东军区的 他就没觉得台湾是问题 只有台湾人自己在怕 所以你不用怕 大家都不用怕 后来你怕 这篇文章给他去看 就很简单了 再看 缅甸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营下来的战略资产 但是前几天缅甸政府军突然对华人自治区大动干戈 学习果敢 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有两个事实 与此有关 一 不久前缅甸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了美国参议员吉姆尾布 二是中国已经筹划四年多的缅甸油气馆的县 本月动工 中国修了这条线 可部分摆脱马六甲海峡的困境 但是现在这里突然打起来 而且首先是在华人自治区 缅甸是中国西南重庆成都跟昆明三大大三角地区的出海口 打通这个点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 还可以节省3000公里的海路 马六甲最狭窄的地方不到3公里 一挺机关枪就可以封锁 现在美国控制之下 这也是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最便捷的通道 中国与非洲欧洲中东贸易大部分都走印度洋 而且印度还处心俱虑 要在印度洋上面找中国的麻烦 缅甸的出海口对中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美国不以余力 予以封堵 环球经济引述一位学子的话 缅甸军政府事实上对中国也不信任 他现在对中国好是因为西方制裁他没有选择 只要有机会缅甸就会利用印度 东盟平衡中国 如果美国和西方对他露出微笑 他马上会铺红地毯欢迎他们 现在美国为了牵制中国 对他伸出了手 国杆地区领导人彭加宝说 美国军政府想跟美国印度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美国发展关系 军政府于是要证明自己不是中国支持的傀儡 这就是军政府单挑国杆下杀手的原因 你也是试试中国政府的反应 这是两千块十一年以下 其实美国西方已经伸出友善的手 去看方文有了 他在判断如何 正好 这些人在国际局势来内的判断非常好 我们台湾人都不知道 你若不是去看他的文章 你搞不清楚 今天我们就看到他的文章 你对台湾更有信心 世界在这样走 你不要去用骗子 你不要去 中国人 像台湾人像是罐头里面的青蛙 记载他说 请我去看 罐头上面的天空 天空对我们 我们所看的 没法看到全世界 但是看到 中国开放军最后写的这种文章 你会知道 中国人真的有研究 但是台湾人没有研究 看这批文章 像我们自己 你就知道我们要怕什么 所以我感觉这批文章 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 本来各位看 真好 真的很好 这也是感谢CIA 提供这批文章 叫我说在最后的时候 要让我们大家看 大家详细看一次 再看下去 巴基斯坦是由于阿富汗战争 美国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基斯坦 美国控制巴基斯坦 有战略上的双重用意 一是抓住伊斯兰世界的龙头 因为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 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内心里面相信文化 文明冲突的美国人 对此是不会放心的 怕这些核武器 在伊斯兰世界扩散 那西方世界就乱套了 所以 反恐一开始 先进入巴基斯坦 把联军的后勤基地放在八国 其实实际上就是变相占领巴基斯坦 对于中国 则等于在自己的邻国 在战略上已经 基本 基本失去已经可以依赖了价值 中国 原件的 可以直接 直接出印度洋的 瓜德尔港处在美国飞机威胁下 就是例子 那是中国可以避开印度洋 印度牵制的地方 但现在很麻烦 至于美国在非洲和其他地方 围堵中国的事 就不说了 所以说这个西行 对这个中国西行的包围 在这里说明清楚 给各位看 你就知道 国际的局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三 第五众队中心开发 外部包围中心开发 继西藏之后 新疆的大动乱一夜之间 伤亡一千多人 李登辉早次串到日本大放厥迟 达赖 串访台湾 热比亚到澳大利亚和日本 民运从台湾跑到达赖大北营 这些事情我们孤立的看成三个势力 实际上背后都是受着美国的控制 这个大家 这里其实我们台湾民政府也有一部分 牵涉在里面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台湾民政府很主持 虽然你看到 我们现在的装備越来越好 后边停机坪已经开发 你们有看 大家都去看 有没有 有没有 现在头前的丹马家 往哪里要它跑起来 所以后边 这个 这个 这个要做飞罐 停车 停飞机 就越来越方便 后边 后边 那个三层楼 往哪里是同样 我们会由二楼到三楼也是可以住宿 但那些住宿全部都是通铺 三楼 那个 那边 还有一个 可以容纳三百个到五百个人吃饭的大厅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完善 所以 后边 台湾民政府的受训中心 就是这个所谓 所以你 现在 现在是 有很多团体 想要跟我们加力 我说可以 欢迎 但是排队 从二十五期开始受训 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是一定的啊 不然我们会感觉 我们在头前 我第一期到现在 你也是 现在24期 当然 现在要排二十五期 二十五期的人 认命以后才能够 哪 才能够 才能够 二十五期 不然如果国家万来三十五期 国家万来一百三十五期 要排队 因为 事情有先后 这个赖斯是以前 再来看 赖斯就是 赖斯就是以前的国家 赖斯呢 为什么 当初一定要把热比亚接到美国 就是让他搞乱新疆 因为其他地区都有类 都有头 新疆还没有 搞乱新疆的目的 短期还能够能源通道 那里是西汽东枢的起点 长远的就是以后肢解中国做准备 中国总共有三条陆路能源通道 一是新疆 靠近朝鲜的东部 第三就是缅甸 还有一个准备用的巴基斯坦 有这几个目前都还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重点 目的就是掐住中国的喉咙 海上太平洋已经快被日本控制了 印度洋又有印煤 基本上路已经被 上海路已经被封死 陆地上再被封住 中国将被饿死在快要啃光的大陆上 这是美国对中国困兽战略 美国不会直接开大军 像朝鲜战争一样 和中国军队大战 他会把中国困死在自己的领土上 我给各位说 石油中国的战备的石油 的量只有七天 七天 所以中国要战争怎么办 真的没办法 但是美国 九油公司差不多都控制住了 你要加密我也没给你 七天 所以中国要战争怎么办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那不可能说战争七天 暂停我没有游了 没可能这样 战争如果打下去 绝对打到地上 打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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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国 看这个文章 跟美国是要去说的 美国不去将中国消卖 不会 因为领导去给中国 这些人 去做他们的中央领导人 因为这些人没领 这些人没有眼光 这些人要要钱 要钱最好 美国要钱给你了 你都用多少钱 印给你 你要钱我就印给你了 所以运给他 中国永远就不够 所以苏联要打中国 要控制中国 美国说 这是我美国的利益 日本要打中国 美国说 不行 中国 让他拖 让他拖就好了 我看 要把织节也不会很快 织节 他就偷偷上 尤其我是去的是 你美国用我台湾做儿 来去升中国 我台湾人 为了你美国 我犀牲我的人权 我要出国 我就没做出国 因为我没有护照 他说你不要选 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要选什么 我是 如果照建政来说 我拖的是日本 天皇下山的子民 你美国把他拖了 你美国军事政府 要发 赴照赴照赴照 才对的 所以美国说 要求我们去谈判 我们开名单 让他 我没在里面 他说你要来 我有没有护照 我如果有护照 那一天 大家都有了 对不对 我如果有护照 你们通常一定有的 所以我感觉我没在里面 我没有护照 我就不去 但是呢 渣满了 渣满了 因为我还要够 我就有护照了 我如果有护照 大家都有 这样好不好 来 我来看这个迷魂料 政治迷魂料 这个说得很好 这个政治迷魂料 我看这我就爱笑 笑不停 为了害怕中国人明白上述一切 美国的经济学家发明了GDP观念 来麻醉中国人 生产指数 就像当年给我俄罗斯开出修克疗法一样的药方 很多中国学者津津乐道GDP 客观上麻醉着国人的理智 前不久 环球时报召开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 号称中国最精英的一些学者认为 2009年中国的GDP会超过日本 再经过十年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 那时中国就有说话的分量了 这是真的没有历史尝试的奇谈怪论 我当时就笑着问 1840年中国的GDP是世界的三分之一 英国是不弱帝国的 英国是不弱帝国 它的GDP才占二十分之一 全部欧洲加起来比中国差的很多 为什么中国不瓜分欧洲 反而被欧洲瓜分了 有力吗 很有力的 所以GDP是在骗 所以你看到GDP 它占到去奔赏 它变得很清楚 你看看 就是衰落到1894年的时候 1894年就是甲虎战争 中国GDP还是日本的九倍多 为什么中国不打败日本 收回琉球 反而被日本打败 丢了台湾 历史上GDP数量并不等于大国地位 为什么到了现在 反而成为大国的标志 非常哑雀无声 跟台湾现在一样的同样 台湾很多所谓的独派大佬 台湾是主权的独立国国家 台湾就在观察自己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些人和这些中国 那些学者说这个GDP 中国可以感应超媒 同样的心态 根本就没了解 中国的学者也是这样 这些麻醉 中国的学者是麻醉的中国人 台湾这些学者是麻醉的台湾人 给你就是说台湾独立会成功 我跟你说 因为台湾独立不成功 所以国民党给你去说 放给你去说 电视也给你去说 是怎么 我们的论述 电视台不敢给我们说 我们也要给电视来说 我们给你买市团 一斤年后 你说一百万 给你一百万 给你买三个月就好 林志生要来说 听到林志生 听到鬼一样 不不不不 因为我去说 我给你保证三个月就好了 台湾就倒了 这些学者 不知道你认识 我都搞不清楚 大家都很了不起 那些是博士 这些是博士 一堆博士 所以说 真的博士也不一定有效 前度 前度 我们现在那些少年那些网军 我感觉听得有效 因为 事上不受到国民党 这个思想的污染 所以 我也希望我们这些网军 开始呢 要给你最好 给你教更深的东西 所以 我们要开一个战争学院 当然 南部有一个台湾 我会跟我们合作 这战争学院开了 我们经买好的东西 然后来介绍 美国国防部 跟日本的外富省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台湾 后拜 这阴阴绝绝 不去给我们给福 因为台湾 不用想说 我们要去跟他们打 我们绝对不去跟他们打 但是我们也要想办 让人绝对不跟我们打 啊 现在我的方法要怎样 你如果怕人 自己求人要怎样 要怎样 很简单的嘛 后面去找一个罗马 那罗马说 你是他的剥副国 后面那罗马是什么人 美国嘛 我不要健康嘛 我要主题嘛 我让你占领嘛 现在美国 波多尼克就是这样对付美国 百万年啊 美国说 你也独立 让你健康 他说我不要 美国说公投公投公投 让他们公投就不过了 比较公投就不过了 美国说 让你独立 让你变成伊拉克 不 伊拉克 波多尼克 让你变成一个国家 都没了 建党都不过 建党都不过 我跟你说实在 去年 美国国家安全会 这个波多尼克好奇怪 他们为什么不要建国 你台湾只能去划建国 我们一直希望伊拉克 那个波多尼克 赶快建国 我们就不用每一个月在那边补贴他钱了 你利利甘费 我也没了 不用做兵 有人帮你骑卫兵 骑卫兵你又有钱给他修 啊 骁卫兽 赛感到这种地方 所以 头前一半是我们吃开 后边那半是美国人要吃开的 对不对 对 台湾后来绝对很好 我跟你说 绝对很好 你不用烦恼 但是我们现在要组织 组织的训练要做好 要让我们的团结一致 其实你都不用贪心 这么多围 败不贴 我跟你说 大家都有围 要烦恼 你如果要替台湾人做事 都有机会 不用勾心斗角 对一围都同样 你这么多人是要做什么 你死也不能带去观察里面 对不对 所以 替台湾人做事会有好报 这样好不好 好 来 他说得很好 他说就是衰落到1894年的时候 这段我有设这段 有人会问 美国和日本今天的GDP 比中国大 为什么是大国 因为人家的GDP构成是高科技 是信息产业、航天产业、航空产业、航海产业、大型机械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现代农业 有些产业啊 平时都具有世界扩张性 都可以暴力赚取世界的钱 暂时可以全部都转为国家的军事实力 消灭敌国 掠夺财富 中国呢 清朝持后的GDP 是茶叶、蚕丝、瓷器 现代的GDP 主要是房地产 根本不能到世界上扩张 赚人家的钱 只能剥削自己的民众 还能 还帮着国家资本打劫自己人民的财富 其他比如纺织类、玩具、烟酒 都是低技术的东西 到外国赚他 赚的也是血汗钱 根本不能在战争时期 转化为国防实力 这说得真好 所以你的GDP很大到没效 各位我说一个事情给你们听 日本的泡沫 泡沫经济移情 日本贪很多钱 因为美国在那里占 他贪有很多钱 买了美国有钱贪这么多 日本人 那时候就招牌起来 去美国买 因为我住在那里 那时候我住在社会 社会大饭店都他买去 一间买、一间买、一间买 每一间都是日本人在经营 有厉害吗 所以有些人在烦恼 美国人在烦恼 美国那些日本人 会不会把我们全部的社会 全部买走 美国一点都不安心 美国说 你买走 你付钱给我美国 我的饭店又在美国 你饭店可以搬走吗 你搬不走啊 让你买啊 但是 买到某一天的时候 美国开始不景气 一个不景气的房地产 漏了 漏了 漏到日本人 没买出来不行 美国那时候的摩天大楼 有了 本来也被日本人买去 美国的什么产业 那个电影产业 所有买 他记得不好 现在呢 都还没出来了 了解没出来了 所以你有钱 要做什么 你和美国在对抗 没效啦 所以日本人 让美国修理一下金金金 泡沫产业 真的金金金 现在中国开始了 中国的上海 那房地产 整个会怕死人 比我们台北较多 他不用欢迎 你也不用羡慕 那些钱都记在拼 随时砰就砰下去了 但是房地产 那年他管 他的GDP 就产兹增加 他将房地产 跟他动作生产 所以他的GDP表面上很好看 但是怎么样 实质上没办法了 所以 中国他现在也知道 但是他知道了 他感觉怎么样 他也没办法了 因为国家你看看 这个待续 他所说的 你能好好做参考 他说 看看我们满大街的汽车 满大街跑的汽车 有哪一种是完全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所谓原刑 不是中国座 所谓 中国的大军舰 中国的主力战斗机 有哪一种发动机 是自己制造的 零 战争打的是武器库里面的硬家伙 而不是国库里面的软金条 和钱币 货币 中国现在构成GDP的东西 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 现代网路战和太空战 空中战争能力的东西 主能供给国民 国民小享受或某些贪官污吏 大亨享受的东西 最后还要被外国人拿去 这样的没有自我保卫能力的GDP 是什么 我看汉语拼音翻译一下 很形象 他说 狗屁 狗的屁 GDP说狗的屁 也可以翻译作为光弹袍 被人家夺完了 成为穷光弹 被打袍 所以GDP 他没说 台湾有几个人有这种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不用说他很厉害 我们过去没有那个最强 但是现在外加里面 我们也会得到尝试 最强 所以你看看 近代史不就是这样吗 美国和日本欧洲俄罗斯的GDP 是什么 可以用汉语翻译 成为工地炮 攻击地球的大炮 狗屁 玉大炮 结果什么 什么结果 傻瓜都知道 今天中国的经济 有人是 村药经济 我看有几分道理 在村药基数的刺激下 中国长成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 我们错把重量当力量 把肥大当强大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这就是中国 所以你会怕 被神主那样大的时候 你会怕吗 陷阱都有困难 对不对 美国给你刺 刺你刺 刺更大的 台 各位 说得有够好 那也对我们 我们对中国 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对不对 对 又看来 又有趣 除了这个经济发展的概念外 还有一些国内外的人 在说着很多漂亮的话 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 这里我就要说到一个演讲的门蒂斯先生 因为他发明了一个中美国的G2概念 G2 G20 这就是几个国家 后边20个国家 G2就是两个国家 他的意思是说 让不少中国人听了以后很受用 认为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平等的哥们 至少是承认中国的实力 前几年 左立克说这个中国是利益修官方 不少人就很感动 可是听了门蒂斯先生 关于G2的解释 我总是感到不对劲 他说中国人生产 美国人消费 中国人赚钱 美国人借钱 这就是他的G2 中国人行善美国人消费 中国人贪钱 美国人借钱 中国人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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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出来是牛奶 还要端给美国人喝 为什么美国要借中国的钱 世界上有富人 向穷人借钱的这个道理吗 带去啊 我爱带去 说得很好 这是现状 你还怕中国 你会怕吗 不怕 带去告诉你清楚 你看不 中国人做牛 吃的是臭 挤出来牛奶 端给美国人喝 现在中华民国脱下民 也是用这个模式 像中国人那些牛奶 要端给台湾人喝 哪有好亢 台湾人去那儿大家都贵 他就没法律了 要自己募修就自己募修了 台湾去的 我想那些都应该 我回来2千块2年 我还说一个 从中国出逃 那本比很多 十几万本 那是中国的圣经 有圣经过去受害 那应该 有狂 对不对 所以等于我现在 我有外观了 你要受害 你的钱很多 你去嘛 绝对没办法 算过中国 他绝对自己 他是人治 今天对他好 郭辣民对郭辣民真好 命在弊命就弊命 我跟你说 所以中国真的不是我们人住的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绝对不在中国 啊 真有趣 你说世界上有好亢人 好亢人 向散的人 借钱的独立吗 国金债卷首席经济学家 金炎石先生给我讲了他的导师 索罗斯的故事 他说这个70多岁的美国大富豪啊 现在是怎么过生活 就是每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 发生一次恋爱 一年换一个 有协议很合法 再就是捐钱给美国的穷人 他的这种消费的方式 其实跟今天美国糟蹋世界 世界前的缩影 他通过美元的霸权 截取全世界的财富就这样玩法 这就是美国人借着中国钱的用法 美国借中国人的钱 在算中国 你有看到 借他的钱 买他的企业 买他的产业 控制他的企业 28的产业里面 控制21的 中国人说你欠我钱 不然你不拿黄金来买我啊 他不要我黄金不能卖 不然你拿波音公司来买我 我不能卖 国防工业 所以完全没有无可耐和 这是中国人真的无可耐和 所以这样下去 中国好人都好人家 都掛在边 你看看他怎么说掛在边 你看看 中国人的钱是怎么样赚来的 每年的矿灾 环境污染 辛苦的打工钱 中国的钱都是带血的 但是美国借走 就像索罗斯这样的玩法 那美国怎么还呢 在这里我要加上一个 一个个人的判断 并且愿意互与诸位打赌 我认为美国欠中国的钱 是永远不会再归还的 至少不会等值归还 就像一块肉进了肚子 你怎么还能指望 它给你吐出来呢 我们有些人还会要求美国保证 我们的美元资产的安全 这等于是跟那条狗说 你要保证你那块肉的安全 狗一定会说 放心吧 你的肉在我的肚子里很安全 你肚子里面有没有安全 很安全啦 你肚子里面的肉 绝对安全你对不对 你会去照顾的好吗对不对 那会脱出来吗 不会嘛 他放出来对 等你再说他放出来 一些学者可能会较真 你可以卖啊 他说教权的意思是 学者会跟我说 你欠我去国债 我国债拿来买了 美国有一次 中国买有一次 一天里面 买一百亿出来 美国也有惊到 那一百亿 美国楼上去买 日本去买 一天就吃掉了 那吃之后 美国就要将那些国债 那些利息 把它升起来 日本贴 中国就贴不到 所以他在买中国 真的买中国我没有骗 这个中国真的去买了 他现在又不敢买了 你看看 你可以卖啊 可是你卖 他也可以冻结啊 美国可以冻结 你卖不了 卖少点可以吧 卖多的不行 他只是不断的借你的薪钱 还旧债 因为你的钱在循环 所以表面上看来 他不断的在还 实际上是在吃你的肉 却在拉狗屎给你 因为他在通货膨胀 钱在贬值 他不可能真的 还肉给你 他怎么能吐出来呢 他要行李是什么 高赛行李 他消化过了 通货膨胀 印钞票来行李 本来一块的没而已 行李高贡而已 越来越疲 啊 实在说有够好 这待续喔 头头真好 他还有一批文字 我自己去找到 他批文字 所以我喔 这两天 等下 我们今天最可算 明天最可算 我那个 带续的文字 我给他写 我给他写 他的文字很好 但是 有对几点 他没照法理 我给他写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这个网上 你要去看 要去注册 后面对面 我给你问你有注册吗 每一个人都要注册啦 你不能 你丹人给你用更的 不要丹人更叫 你要自己 我最初只是判断 美国不会反 金言博士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证明了我的推论 有一天 巴菲特在一个经济学家 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会上说 美国经济的运转 就是靠不停的借钱 一个小孩子问他说 巴菲特爷爷 你这辈子借的钱 将来 是不是要让我们去还 巴菲特说 孩子 好好学习 让你的孙子替你还 那我们就看看 未来美国孙子 是怎么样还当初这个天文数字的钱 而且我们 门蒂斯先生的演讲中 他回答了我之前对这个问题的质疑 他说 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钱 我们把他打跑了 我们也欠过荷兰人的钱 我们也把他打跑了 我们现在也欠中国人的钱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一条意思吧 建筋啦 建筋改冠啦 他怎么就去行钱 那你怎么在哪里行 没怎么行嘛 钱啦 建筋的时候就不用行了嘛 对不对 反正我们台湾无关的 对啊 我们下发旁边 所以我一直跟美国说 我台湾人不能叫我去当兵 你占名不能叫我们去做兵 你如果要做兵叫美国人去 你占名 谁叫你把我占名 所以我们不用做兵 要捡就让他去捡 我们在旁边拍拍手 只文章跟他说 美国加油 美国加油 只是八千万跟八千亿的区别 马国书先生跟我说 这是他在开玩笑 可是我就是笑不出来 一个黑老大借了你的钱 他带着打手枪炮和狼狗 你一个干巴兽的平民老头子 出来跟他要 能要的回来吗 所以现在他是 现在关于保护我们资产的承诺 你在我听起来就像是放狗屁 这是我们能够指望的 要是狗屁 那么是狗屎 你再不服 他可以露出带血的狗牙给你看看 你有看到吗 你要给他拖一扣皮 你真的要给他拖一扣一扣给你 还要给他拖 他的狗牙带着血露出来给你看 看你敢不 哦 真漂亮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据说第一个发明了G2观念的门蒂斯先生 后来查证了一下好像不是他 这次带来了一本他的著作 贸易缔造和平 美国如何建造国际新秩序 还在初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提出 你这个命题不对的 贸易缔造过和平吗 你听懂吗 贸易会缔造和平吗 绝对不会嘛 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时 打的就是贸易的旗号 不仅没有给殖民地带去和平 欧洲还展开了瓜分世界的第一次狂潮 欧洲的海军就是从海盗起家 英国女王看到海盗头子 德雷克直接抢夺西班牙的金银船 很眼熟 就跟他合伙 授予他海军上位 要是我做做强盗也让做海军上位 上将呢 我们老伴都来做海军 我们来做海盗 还出船让德雷克去打劫 两个人平分 1840年英国人的贸易带给中国了 除了是鸦片就是战争 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打了500多年的仗 没有一个地方是和平 没有一个地方的和平是贸易缔造的 美国是以贸易帝国的 独立以来200多年 既没有给本国的印第安人带去和平 也没有给邻国墨西哥带去和平 美国崛起是向西班牙开战的 以向西班牙开战为标志 这个跟美国 美国跟西班牙的战争 我常说这个有 这个波多利克 古巴 关岛 跟菲律宾就是跟西班牙战争 然后 以那四个殖民地交给美国 美国由那个时候开始 真的一直在扩张 苏联的阿拉斯加他买 美国的那个 把法国买的叫什么 路易斯安纳宗他买了 所以你看 美国由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在扩张领土 一直到 就是世界大前 那个时候他才说 不过美国已经不愿意再扩张领土 他现在不扩张领土 他现在用什么 占领 古巴 关大闹某湾 99年99年 要做他 琉球 普天天基地 99年加99年 台湾的莱鸥 99年加99年 那两百年 我跟他们利温都看不到 我们的孙子也看不到 到后面要变什么 谁都不知道 所以 美国 特别说 头脑也很好 美国本来不是世界第一流的 部队 世界一流本来是什么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一流的 美国是二流的 第二次世界大前 在1942年的6月26号那时候 中途岛战役 美国反省 日本才为那个时候开始了 很失败 很可惜 不然我们今天也不错 你知道吗 不然我们今天 派你去新疆做省长 派你去北京做省长 不是今天说让中国人去通知 所以日本人实在是很可笑 我们在那时候 我们替他做意见就好了 他就不冒兰去跟美国开展 如果不要跟美国开展 今天不一样 我跟你说 对不对 但是呢 好加在 美国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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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机会 我们现在想尽办法 想方设法 要站起来 我们在全世界要站起来 不难啊 哪有这个基础 时间要站起来 可以再说 这里有个瑞典 斯德哥尔蒙国际和平研究所 所发表的权威数据 冷战以前 美国平均2.4年打一仗 冷战后今天 平均1.4年打一仗 就说和中国吧 以前的不说 改革开放后 双方的贸易啊 进行了30多年 美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当然双方没有打仗 但是美国构筑了 一条对中国的包围圈 美国人幽默的说 中国人卖给我们有毒的玩具 但我们卖给他们有毒的债券 有毒的债券换有毒的玩具 美国一边用尽心机让中国买他有毒的垃圾债券 同时又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大战略层面的软进攻 9月9日美国宣布对中国钢管征收惩罚性关税 三天后又宣布对中国轮胎加征惩罚性关税 中国一天以后展开报复 调查美国的汽车和肉机反倾销 贸易战开始 日本产经新闻13号说 G2脆弱性暴露无疑 又过了一天14号 欧巴马派他的高级住手到达南萨拉密会达赖 美国开始耍无赖用支持中国恐怖分子的办法 压中国在贸易上让步 如果说小布希在伊朗和南朝鲜 目前露出的是子老虎的原型 欧巴马在中国人面前露出的就是笑面虎的原型 那就是说美国学者门蒂斯所谓的G2 前几天门蒂斯说我是冷战思维 还说美国和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战争 无战争 其实这比战争更厉害 他中国太大了 十五六岁的人口 土地厉害大 你要用武器去打他 他还给你八年抗战 他打那他走那他 打那他走那 所以他用这一桌 真的是用笛去刺 美国人是在中国跟在刺笛同样 养猪哲学 他这个养猪就是养神猪哲学 好 给他按摩 让他音乐听 但是呢 用得更高 真的是美国厉害耶 真的很厉害耶 这中国人就说的 不过主要是他人性的贪心 如果这点我们台湾人可能较好 所以我认为台湾人有救 中国人没救 所以是怎样 我们民政府要不断的培训 不断的胸口 用最新的知识 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都知道 到底国际的局势是什么 台湾的地位 只要法理来说 是什么样的东西 要让我们台湾人 可以知道 后面要建立台湾政府 当然台湾政府 现在还没成立 要清楚 你现在对我 不要说台湾政府 要说台湾民政府 因为台湾民政府 上面要还有一个保标 美国军事政府 你若变成台湾政府的时候 上面就没有保标了 上面如果没有保标 流氓的中国 市民的政权 会找你麻烦 所以我经常跟你说 很主持 大家稍微要说台湾民政 你若说台湾民政府 大家有一个 附身符同样 谁都不敢动 我们的网络的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来我们叫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我们在官网上面 马上打的 较好是什么 那三点你看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遵守国际法 万国共法 国际建政法 就这张和平条的 我们没有说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要去保护什么 中国人 就被保护台湾 再来 我们不使用暴力或者是武力 因为我们要 让流氓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战争 可以来结束 第三 我们对中国 市民政府 就是流氓中华民国的政权 他所推动的事务 我们不合作也不配合 我们就用这点 这三点 我们就要将中华民国结束 一定可以继续 你不用烦恼 好吗 毛泽东选集里面 收集了一篇文章 是毛泽东批评 美国白皮书的 毛泽东 从1840年开始 说 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 可以编成一本教科书 我问他朝鲜战争 算不算 门蒂斯说了 那不是美国 那是联合国 在和中国打 这是历史 现在中国不用毛以路时代 的话 与体系说话 那我们来谈未来 如果美国真想和中国以贸易缔造和平的话 能不能和日本搞针对中国的演习 能不能不支持台独 能不能不支持达赖和热比亚 能不能不在能不能不在南海问题上 暗中建议针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能不能不跟印度合谋算计中国 他这些问题 都是现实是中国的问题 他也是用不支持 你看 能不能不支持台独 你看 没什么反对 不支持 那不支持台独 可是他很可能会支持什么 自治 他一些中国的学者 对台湾的地位 事实上是知道的 我看中国有很多学者 差不多百多个学者 都说 渔情 渔旅 渔法 台湾跟中国已经切断关系了 有百多的 有百多的学者 都有名的学者 他那些学者 那些文章在中国北京 所以你看 台湾的问题 其实不是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研究 他太糊涂了 只有团体研究清楚而已 其他那些独牌也好 民进党也好 他们根本没有研究 他们都用感情 台湾人本来就要关自己 你又问为什么能够管自己 为什么 天生哪有说一定都在自己管自己 就已经建签了 日本导航啊 这个租款都选给台湾人 什么人敢说选给台湾人 没有人告诉你说 还给台湾人 这是问题 台湾这个租款哪有行为台湾人 对一条条约 日本天宏 有说我将台湾行为台湾人 没有啊 日本的宪法有说分离条款 没有啊 但是宪法有将台湾 贵纳是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国土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啊 所以我经常在说一个概念 一个女儿和一个女儿结婚 定期之后 如果要判离婚 那你说就有什么 我要跟你离婚 不是 也要去 佛政事務所要去定期 要叫尊神 所以今天 日本天宏 有台湾这个土的所有权 日本天宏 还没说话啊 如果没说话 就变成说 我们 要想办法啊 要想办法 要先研究说 台湾真真正的地区 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知道台湾真正的地位 你才可以坐下来 来研究说 我们要怎么走 要怎么走 这很简单的道理啊 很高兴 台湾有一些学者 搞不清楚 我们在说的 他陷阱就没给你看 比 他没说 现在前面说 显著是很多人 台湾人 很多没有研究研究的人 比较容易了解 一听就知道 啊 这一条 我想我们在座也是 同样有很多这种 只听到英国说 这条路就对 在座有很多啊 只听到就说 这条路就对了 找整条路 找不到这条路 所以呢 现在国内这条路 是什么人走 我要告他就是说 不要抗嘴报纸啦 人不一定听到啦 所以你当时要跟他说 不要去投票 你也要跟他说理由啊 你投票是投给民进党 民进党的当中第一条 是说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你选给中国国民党 跟选给中华民国民进党 两个都是中国啊 台湾你自己 不是啦 人听不见了 那当时听不见了 但是真的 现在来说呢 也差不多已经有 我告过啦 差不多有一半 听不见了啦 啊 现在蔡英文 又去宣布说 未来一个中国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 恍然大悟 但是民进党 他们那些人 爱选去那些人 会还算呢 会还用话说 你不要爱台湾啦 你如果爱台湾 你来回到民进党 什么人说我爱台湾 就要回到民进党 你民进党是中华民国 我回到中华民国嘛 所以 我们把美国要求几次 你美国上没有 也要实际上一些行动 拿出来 美国说我有很多行动啊 你自己看不见了 中华民国logo我拿掉啊 我美国已经进党了 我有邀请你民政府去日本啊 参加美日军事同盟啊 有真的做很多 但是美国因为国务医 他没说国务医 一天才有去求我们的奥卡 但是 12月23号到12月21号去日本 12月27号 是美国的国务医 有史以来 第一次 第一次 打电话跟我说 你们做得很好 这是第一次 希望这个派手他们有听到 希望啦 但是呢 我们会不断的努力 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小组里面 我们也已经有人在那里 我们的支持在那里也有人在那里 是不方便说在电视上面 说给大家知道 渐渐渐渐渐渐 局势对我们真的是越来越优劣了 来看最后一段 我不知道 我这是在与虎磨皮 让美国放弃他的世界帝国的大战略 美国会听吗 不会听呢 我给他回答 所以 我认为 门蒂斯先生贸易缔造的和平的说法 是想立得住 应该再加上公正两制 不过这也很困难 美国总统是开着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去做生意 就像当年英国开着蒸汽机军舰做生意一样 他愿意公正吗 我给你回答 他不愿意公正 北京人 今天和人没在我说没关系 白种人哦 先天上 看我们黄种人 本来都没去 不过 因为 过去 中国去方打的都是北京人 啊 我们北京的人 我们北京的人 看黑人 没去 你跟他说 哦 我别说 我会去就好了 你会去 没来 你女儿子说要跪的黑人 你买吗 我不要说你买不 我希望你自己心里有所 我的孔子如果跟他说 我买黑人 我的苦力很久 我说是台湾嘛 对不对 你不会 你不能歧视 你不会歧视 你不会歧视 但是 我们黄金人 我们台湾人 越来 头脑也会越来越好呢 因为 我们台湾这堂土地 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一堆堂 春夏秋冬 同一天里面都会发生 现在南部 冰冬 那天刚刚才有什么人 跟他说 我昨天穿第一天穿第一口 一天你来台北你就逛了 台湾就有一种好的天气 台湾是报道啊 政什么都会行啊 所以呢 我们台湾民政府啊 他没说 实在是 兄弟啊 在帮忙我们 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忙啊 我们不会发现 我们的论述 我也要生灵 公开的声音说 我当时这场建政法 不是要为了帮忙台湾 那时 那时候 那时候想说 较快拿到普通学位了 比较好看嘛 哪知道说 2,0002年 由中国走回来说 李政委会告诉我 你论建政法 你如果说台湾地区 放在里面 你怎么才会发现台湾的地位 没想到说 去研究以后啊 他这些才打下去 他变不出来啦 越大越青 我知道 憲主是 共和人民共和国 将我是看作一头的敌人啊 但是我也跟各位说 不管说 我会怎样 让他暗闪也没关系 因为 现在有1,500的林志生产生啊 所以我希望说 您一定要去看作 不是说你买一本作好看 放在你们家的招图 很好看 知道吗 日本这么厉害 我不是 艺术在这里啦 你真的要深入去研究 我也愿意跟你共同研究 我们现在的网站点完 这是日本的 美日军事同盟的会议 所谓的 我们可以参加军事同盟啊 各位 中华民国65年有 没有呢 民进党有没有呢 只有我们 所以科研 日本政府 也已经称呼我们 台湾民政府 回海也是什么台湾民政府 那你让值得骄傲 但是虽然外面 还有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我认为没有关系啊 那 有中心思想 照这条路一直走去 3月2号 是我们第25T次 X5还是26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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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所有受过分的学园 绝对对台湾的看法马上就改变 你马上可以开朗 你马上会说 我回去 我已经我就来看报座了 所以呢 我们这期的课 我要先上到这里 后面那时很久 我要先纽约原住民 10次 明天最后的时候 我还补30分之后回到这里 待会儿10次是原住民 他非常好 他真的是文武全台 他很高跳舞 也很高唱歌 他也在那里演唱 他说他对一组的 他两个组 两个组联合 两个组联合 你听到有意思吗 什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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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亚和北南组 台湾 台湾 他说他上面是泰亚 柜子是台湾 不然的话 我就没有去研究 所以呢 稍等的呢 我想说 后面那一天喔 要让他用 这个时间呢 我在明天才会补 我才把它补出来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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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君转眼睛 感谢观看